最新一期的浪结 一路高歌的七微 走得不太顺利 连他自己都说 可能我的幸运之神他放假了 他不想加班 用网友的话说 选的人是被动的 选歌也没主动权 七微这一期要碎了 的确 肉眼可见 七微在镜头之下的状态也好 斗志也好 已经大不如前几次公演 他除了因为队友的淘汰而流泪 还因为已经尽力争取 还是没选到他本来很有把握的队友 而十分伤心 于是连观众都看出他这次的尴尬处境 不过回头细看他参赛一路以来的为人处事 似乎这样的结果 是有迹可循的 说起来 早在七微出舞台表演结束之后 不少人就已经预测到了他的剧本走向 毕竟带着原创作品来 的确有诚意 盛装出席装造设计感满满 也足以看出七微的用心 但是在实力方面 七微身上的争议一直很大 虽然做过歌手 但他唱功不经验 能靠一个观感 听感都很普通的舞台 得到第二的好成绩 显然 少不了芒果台在背后的力捧 加之节目组给七微的镜头也很多 几乎每一次选队长 他都在备选行列 也多次成功出圈 不少人觉得 这次浪劫 七微大可能就是一路顺利 一路高歌了 而乘着这股风 七微自己也十分高调 不仅自信表示会把空舞美装造 跟节目组的专业声乐 舞蹈总监开启会来 他更是一副掌握全局的模样 在人脉方面 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资源广阔 遍地朋友 比赛之初 外国姐姐们给观众留下的印象都很好 特别是泰国姐姐Mai 于是七微一脸骄傲的当着镜头告诉大家 她是我推荐来的 我跟她合作拍过广告 我就很吃她的盐 泰国姐姐出场以后 七微更是热情上前送拥抱 还主动带住她认识在场的多位姐姐 对待就相识很有好 对待新朋友也不例外 在和王林组队时 按理说七微和王林无论从年龄段还是风格 都不算是一路人 但是她对王林可是很上心 团队选到青花词 她直接告诉王林 方文山是我师父 重点是还特别强调 她单身 以这段对话的内容看 不知道的 还以为七微跟方文山有多数 然而从七微打语音给方文山时的尴尬聊天 以及两人十年前的互动来看 大概也只属于没有几面之缘的名誉师徒吧 除此以外 七微在节目中还一点不吝啬展现对身边姐姐们的喜欢 比如对蔡文静 从最开始两人聊得来 之后又一起组队 刚分开时还给蔡文静发信息 能够看得出来 除了舞台表现 七微也很在意私下的相处 比如对陈丽君 七微也是一早就跟她约定要合作舞台 之后如愿以偿 这么看来 七微不仅是人脉丰富 社交能力也很强 然而比赛越到后面 是真情义还是真自我 就暴露得越发明显了 为了体现节目的文化情怀 每次浪劫邀请的外国姐姐 看点都不少 且他们也深受观众喜爱 比如之前的郑秀妍 还有越南姐姐之福 本以为泰国姐姐麦会成为下一个出圈的外国姐姐 然而她在节目的表现 却令人大失所望 除了出舞台还看得过去 刚进入义工 她就频繁缺席训练 并且无论在小考还是正式公演的舞台 都显得很随意 甚至在七微团时 因为她一个人的失误 整个团陪她得了最后一名 见状况有些不妙 七微的行为 很快就让人感受到她划出了界限 在公演当中 她再也没有和Mai组过队 哪怕其实Mai和王林多次尴尬 坐在场上没人选择 七微也没有为其出谋划策或者给出安慰 甚至在Mai推出比赛时 至少在镜头前 作为引荐的朋友 七微也没有表示 当然 七微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 毕竟比赛就要有比赛的态度 谁不想赢谁不想拿第一 但是回头看看上文杰的做法 就衬托的七微略显冷漠了 不得不承认 这次的浪解 上文杰用实际行动改变了大家对她的既定认知 本以为从外边看起来 她高冷 难以接近 然而私下她却是十分热心肠 乐观 脾气好 举个例子 上文杰会法语 她和法国姐姐又是就相识 和七微和麦一样 她们都一起参加过活动 也同样是多年未见 但是上文杰却是从头到尾都在默默帮助法国姐姐 刚来节目 她一直陪在法国姐姐身边给她当翻译 为她介绍其他的伙伴 在比赛过程中 法国姐姐有任何赛制不明白 上文杰也是第一时间帮她解答疑惑 还有一次 多位姐姐合作表演鼠秀 其中有一段可以出彩的单人演唱戏腔部分 当时上文杰也是给出建议让法国姐姐唱 她称这样更有看点 也能体现出文化的融合 可以看得出来 上文杰心中一直在为这个 其实本来并不是很熟悉的朋友着想 包括武功两人合作vocal show 上文杰也是提议融入一段法语 可以看出 她对法国姐姐那是相当照顾 当然 对于熟悉的好友 上文杰就更是很体贴了 相信无论节目里的姐姐还是看节目的观众 大家看了姐姐们的表现以后 对于朱丹的唱跳实力 都已经心里有数了 如果是想要出彩 想赢 那么朱丹大概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但是上文杰却愿意多次和朱丹组队不说 在教她唱歌时 还一直给予鼓励 而舞台下 上文杰还会应朱丹要求 给她吹头发 在武功选人之时 朱丹坐在场上很煎熬 因为实力跟不上 人气也不行 一直没被选择 此时上文杰也注意到了朱丹 并跑到她身边陪伴 给她擦眼泪 这也让不少人纷纷感叹 上文杰这人 真能处 所以也就不奇怪她不仅人气维持得很好 登上节目后 大家对她的讨论 都是正向的了 还有柳妍也是 在浪劫里 可以看得出她有三个相处较好的人 萨鼎鼎 范田田和和杰 对于萨鼎鼎 在一工合作以后 两人就相处得很投缘 于是约定之后有机会再合作 到了萨鼎鼎有机会当队长时 柳妍毅然决然选择了她 给予她支持 对范田田也一样 节目组搞两两组队 大家都想找强者联合 柳妍却因为范田田的一句邀约 毫不犹豫就跟她牵手一起走了 在宿舍聊天中 何杰透露 柳妍和范田田是她多年的好友 看似三人并无太多秀友情的大动作 但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 在四公组队时 何杰没有被心仪队长选择 在第二轮选择过程中 她刚入场 柳妍就把她拉过来说悄悄话了 然后两人进入了同一队 包括何杰和尚文杰闹脾气 也是柳妍主动引导两人聊天 称赞尚文杰不容易生气 这才让尚文杰和何杰有了化解误会的奇迹 这种友情 表面上毫无波澜 但私下却非常坚实 这么看来 七威对朋友的照顾 的却没那么细腻 武功组队 七威很是尴尬 她想要选陈力军 但是陈力军最后选了何杰 从最后组队的结果看才发现 在浪杰 看似河水都处得很铁 实际上七威却没有几个铁姐们儿 其中的原因 从一次选歌就能看出来 武功节目组开始在选歌上玩出了更复杂的花样 让队长、队员们分别在不同的房间 挑选心仪的歌曲 没成想 七威一听到周杰伦的东风破就果断选了这首 但是团队成员里 除了蔡文静 其他所有人都选择了另一首歌 这很显然 队员们不想要东风破 在出现同类情况时 何杰表示 少数服从多数 看看队员的想法 他们的选择和我不同 肯定有他们的道理 陈浩宇觉得 自己选什么只是个人资源 要多看看队员的想法 但是七威 即便是拿到东风破的希望很渺茫 他依然要坚持争取 刘欣说他很执着 但观众们也看出了 在七威心里 他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意愿 在他心里 比赛第一 友谊第二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这次七威选人不如意的原因了 把他合上 文杰 六言的为人处事放在一起看就能明白 真友情 是装不出来的